上周的Computex反而成为了很多很多个股获利了结的时机 但是来看看巴哥 巴哥这个缺口守得相当的稳 而且外资纷纷调升目标价 为什么呢 一方面看好AI带来的获利 二方面五月营收双增 所以市场压住在联巴哥第二季应该可以达到财测 目前给予最高的目标价还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块钱 距离今天说盘价潜在的一个上场空间还有三十趴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请教坤仁第一个问题 巴哥怎么卡位 第二个是如果巴哥旺的话 坤仁请您上台来 谁会跟着旺 西瓜挖大边 跟着联巴哥要挖哪一边 因为其实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说 上次联巴哥的股东会的时候 他说我要专注十年的车用就没了 对 但我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是 他不是不在股东会讲 而是他有更大的一个场合要讲 那个场合就在Computex 没错 而且还让大家买一送一 那为什么说买一送一待会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先看一下车用的部分 因为Computex 联巴哥他真的是没有在南港展览馆 他另外去租了一个新区大的场地 然后呢去做那边的展示 然后他展示出来的这个是 算天机AUTO这个车用的导航系统 然后他这个系统的话是看到 Computex车用的产品里面 唯一有同名挥打的产品 其他人只要展的车用 他都不能用挂名挂挥打 只有联巴哥他说挂挥打的名字 这个是他当时真的很强的一个地方 那因为其实蔡立行执行长 他有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把高效能运算 然后呢延伸到车用的智慧坐舱晶片 然后呢跟挥打共同产品设计的一个车用晶片 而且他运用的是各自的IP 是 联发科有联发科IP 然后挥打有挥打的IP 但是他们两个一起结合去做车用 我觉得这个是联发科他强的一个地方 那当然大家如果印象还记得的话 他在上一次在3月18号那次的挥打 七大会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发表了四款结合 AI车用的晶片组 包含从入门一直到了豪华版的部分 所以他从那次开始 其实就开始在他的一个车用的铺陈 从入门版到豪华版 然后到了那个唯一同名挥打 甚至或是说他用ARM 就是按摩的架构的一个部分 然后呢去跟挥打的次世代的GPU 加速的AI运算 然后呢去取得了RTX的绘图技术 支援了深度学习的AI的功能 所以他这一次的产品的话 真的让市场上面非常非常惊艳 那当然他这一次是主要展示他的晶片 跟他的一个初阶的产品 那他的正式的产品的话 会在2025年的时候正式推出来 所以在明年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挥打跟联发科所共同开发出来的 正式的AI的产品的部分 好 第一个是挥打 唯一同名挥打的 就是构成 这一次在晶片还有哪些亮点 秘密武器是什么 好 那第二件事情要说 说买一送一 那这位买一送一的话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 会发现说蔡立行那天在台上面的时候 一边是挥打的执行长黄文勋 一边的话是安谋的执行长 是哈斯 真面子真做足了 真的是吼 那因为其实这一次的安谋来 他在讲的一件事情 是他的AI PC 因为原本安谋架构的部分的话 他在手持装置已经是够大的市占了 那他在这一次在讲的是AI PC的部分的话 他要把未来的五年抢下 Windows的PC的市占有超过五成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用Intel 用AMD 可是呢 他在这个叫做从无到有 所以安谋的这一块 真的是他的一个秘密武器在联发科的部分 因为联发科正式跟他们合作 那我们先回来到为什么这个正式合作的部分 我们先看一下2011年 其实在微软就已经推出这个WOA的联盟 那这个WOA的话就是那个Windows On 但是呢 这个当时的话 像是高通 像是挥达 像是得宜都有加入 可是从架构的部分的话 那时候雷声大雨点小 因为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这个东西 可是呢 今年不一样 因为今年的话 从上半年开始正式推出了 像是微软 他的CodePalest加的PC 就是AI PC的部分 然后呢 甚至像是Intel 像是AMD 他们都有推出最新最新的晶片出来 那安谋的部分的话 他用他的安谋架构 要去做分时试占这样的动作 为什么他能去做分时试占的动作 其实AI大部分来说的话 其实老实说叫大同小异 可是呢 AI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能功效率跟节能的部分 那假设如果你可以做到节能 你可以做到效能有 但是低功耗的话 这才是关键 所以安谋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的话 是他的节能 是他的主力产品 所以这个安谋 他为什么他敢大声抢说 他要切入到AI PC五层的试占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节能 然后他有AI架构 那甚至是说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高通也在这一次去推出 他的效能X系列 那他提供了每秒45兆时的运算力 那这个数字的话 其实不用特别 不用特别在意说这个数字是多少 但是他现在目前的效能的话 已经是超越了所有的x86的处理器 所以他这一次的Computex展 已经看到正式的产品的推出 包含了像是我们华硕 像机架 甚至像HP 这些相关新的产品的话 都会在6月份的时候去做一个推出来 那其实这两天突然有一个新闻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因为这几天竟然安谋去告了高通 他说他侵犯他的智慧产权权 那我觉得还蛮有趣 因为明明这个高通跟安谋 他们应该是合作伙伴 可是为什么跑去告他 那我认为这件事情 应该会在年底的时候 应该各取所需吧 可能要个权力金之类的 你看以前是联盟 你没有高通 这个A就是安谋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在年底的时候 应该会大家戳戳就没事了 可是这件事情有一趣的是在说 其实挥达跟联发科合作的是 安谋晶片的架构的部分的话 会在2025年去做出货 那为什么会在 如果在2025年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因为其实好像听说是在 微软跟高通这边 有一点秘密的协议 在2025年之前 不准有任何人去推 这个新架构的PC跟晶片的产品 那可是呢 其实挥达跟联发科 已经是默默的去做压制化 压制化 对 甚至是说安谋的部分的话 也都一起进来去做合作了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就是刚刚回归到 所谓的买一送一 除了车用之外的话 还有AIPC 这会是在明年的联发科的 很重要一个成长动能的来源 目前外资怎么看 你怎么看 好 我的看法的话 其实我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上一段我在讲 台股是有投资价值的 那时候是用20倍看台积电 就看千金了 那一样回归到这边 因为其实如果就 IC设计来说的话 其实联发科即使看个20倍 我也觉得它算是公平客观合理 那如果以明年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几家外资机构 看明年的EPS的话 这是美龄 看87块 那乘以20刚好就是1660 然后大摩一样 乘以20倍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看到说 其实大部分的外资 都用明年的大概18到20倍的本益笔 去看联发科 那其中这边 我特别帮大家点名到 这个是小摩 那因为其实小摩 他是在4月28号之后 就再也没有出报告了 所以不是他看法太差 而是他后来就还没更新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他那时候在看 明年只有估到66块 我觉得太保守 所以如果明年有车用 明年有一些相关AIPC的部分 当然那是小量的 可是如果真正贡献在明后年的过程的话 明年跟后年的联发科 会是一个非常成长动的明确的联发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五月份的营收 421亿 那月增的部分的话 虽然只有0.29 原因是因为刚好有客户的新旧机种的交换期 那至少也是一个同期次高 然后年增有33%多 那累计起来的话 今年的营收年增有40%左右 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因为他今年是因为去年地基期 所以今年高成长 可是至少今年的EPS可以看60到65 然后明年的话可以看80块以上 所以回归到我刚刚前面的说法 就是很简单嘛 那80乘以20就是1600块了 就是这个价钱 这个不是乱喊的喔 就是有底气的喔 有根据的喔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时间点 你如果乱喊的话 很容易被拆穿 可是如果从客观的角度 来去做一个评估的话 就是一个正常的80块的EPS 去看明年不够要加1600块 来 发哥的股价看一下喔 1660的目标价 最近的波段高点是1320 今天收1270 如果以现在看起来 本益比这么低 现在空手的要卡位发哥 你会建议怎么卡位比较安全 好 那如果回归到 刚刚驻华的安全这两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是回归投资价值 那所谓的回归投资价值的话 当然是跌得越深越好 可是跌越深的话 其实我觉得在越线这附近 甚至在季线这附近的话 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支撑 会来吗 对啊 所以这就是重点 所以假设如果他能够回来到 越线这附近的话 你可以买一些 那如果真的能到季线的话的话 你可以再多买一些 但是会不会来 我很务实说 应该很多的一些法人资金 在等着低接他 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投资人的话 当然积极的投资人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过1320去做追加 但是那时候的客观条件 要是台股是在大多头的一个情境 因为联发科虽然是 他依然有他的成长动能 有他的投资价值 可是联发科也是一档 非常容易创高就拉回的股票 这边有没有发现 这里 对 几乎就是一个创高就拉回 创高就拉回的这种现象 所以这种个股的话 你去做追加 过度的追加 会是相对风险高的一个操作行为 安全的 等他回越线 甚至于等他回季线 那如果想要追的话 要确立这台股整个是大多头的行情 过高可以追 是 然后另外的话 我再帮大家补充一个小彩蛋 就是联发科在这一次Computex的时候 他还讲了他的未来的布局 他也讲说他在18个月后 会跨入到2奈米的制程 一年半之后 是的 然后另外的话 他会朝向2.5D到3D的小机器面的新进封装 甚至HBM的部分的话 他都会去做一个跨足 所以未来联发科 我认为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成长 而且有梦想也好 或像是他真的能够去做落实到 实际的营收和获利的联发科 所以联发科的部分的话就是稳 然后投资价值值得去做关注 如果发科望 谁会跟着望 同样的逻辑还可以挑谁 好 所以我们来到今天的重点 就是集团做账的部分 那因为真的是 有父爸爸父妈妈真的比较好 比方说好了 因为其实达发 前一阵子还挂牌的 因为他在去年年底那时候挂牌的时候 他曾经一度还破底 然后结果那时候联发科就说 我们要展现对达发的就是投资的部分 我自己买 买六千张 当然目前为止的话应该还没买满 他目前的话公告好像只有公告两次而已 但是可以持续关注 可是当他只有买这两次的部分 他已经到了七百五块了 那时候是四百块 现在不知不觉已经到七百多块了 这是其一的达发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的话是这个 九阳 九阳也说 他达发要去参与九阳的实目 结果那时候九阳就好几根掌停板上来 所以真的有富爸爸真的比较比较早 那这些相关的个股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达发金星科 郁泰雅信跟九阳 那达发的部分的话 是因为他真的有车用的晶片 卫星的晶片 那而且他已经真的有通过到 那个车柜的认证了 那目前市长在那边传闻 以公告为准 这个是我们法人之间有听到的说法 他说他有切入到中国的比亚迪的供应链 这块真的很大咖 所以如果他真的能够出货到比亚迪那块的话 真的会是他明年的很重要的成长动能 那另外的话他还拿下了韩系 这应该是三星的智慧手表的大单 所以达发的部分的话 他最近的股价有创下了波段行高 那在创高的过程的话 这根红黑棒创高过程的话 回测了一下月线 这边我觉得只要守得住 这边依然是有机会的 这样算回测结束 算交代完了吗 我觉得是耶 就是因为他这边已经算是一个 好连续几天都不再破月线了 而且他这是守住着这根长红棒的下源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关卡的地方 守得住 那就能够持续往上去做个挑战 只是达发的部分 OK这达发 来赛党怎么看金星科 金星科的话会发现说 其实他这一次的下跌 跟着IP的族群跌得很深很深很深 可是呢 如果就金星科来说的话 因为他其实今年的AI是主力 然后呢 金星科前一阵子在股东会的时候 他们也说得很明确 他说今年的营收成长是用30%为目标 那对于IP来说的话 他连续8年以来是创下了新高 这个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 然后呢 金星科你再去看一下 他其实第一季是亏损的 那因为他当时的研发费用比较贵 比较多 所以当他如果研发费用能够可控 然后呢从营收这边冲出来 让他由亏转营 或者是说 让他有一个比较恢复成长动能的话 我觉得金星科这边已经跌出了一个 中长期一个底部的支撑的地方了 对 这边嘛 来 这里 我说这边已经算是一个400块 这附近的一个碗形底了 所以在这400块的碗形底 如果能够去做一个守得住的话 其实中长期的金星科我觉得也是可以跟着联发科一起去做成长 好 这个金星科第三档玉太 好 那玉太的话 他真的也是有富爸爸的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联发科 他透过联发科 因为联发科本来就是出货OPPO跟VIVO 那因为他有透过到联发科的部分 去切入到OPPO跟VIVO的这个MAS麦克风的出货 所以未来的OPPO跟VIVO的手机上面的话 会搭载玉太的麦克风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富爸爸 为什么集团的好处的地方 但是最近的股价涨得真是丑 是啊 没错 那可是如果因为其实就玉太来说的话 他过去的一个比较不好的例子 其实他你常常会有那种长红棒之后就连跌好几天 然后突破新高之后就连跌好几天 这里也是一样 几乎长红棒就连跌好几天 可是当他每一次连跌好几天的过程之中的话 都可以寻得下一个支撑 甚至说每一次寻得支撑之后的话 都可以再去做挑战前高附近的位置 所以像这边就是跌到这边 然后去挑战前高 然后跌到这边的时候 再去挑战前高附近的位置 所以他哪一天如果真的回撤完毕的话 我认为可以往上去挑战 当然不要再看那个高再过高的那个高 但是至少这个附近的高应该是有的 OK 好 这是玉太 接下来看的支撑就粘线了 看可不可以有这个支撑在 来 雅信 好 那雅信的部分的话 因为他其实有以太网路 然后他也有自动化的控制系统 那另外的话 他也有就是国际的机器的手臂的大厂的导入 那这家大厂的话 应该是美新那边的大厂 目前市场上面的传闻是这样子 当然以公告为准 可是如果以雅信的状况来说的话 他真的在AI晶片这一块 就是网通晶片这一块的话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水准 所以这边的一个状况的话 就是回来到年线跟月线跟季线附近 当然就是在这125块这附近的位置 所以这边看起来是一个底部有手 而且打底完成的一个情境 那假设如果联发科哪些人在动的时候的话 我相信应该这些族群会跟着一起去做发动 来最后一档 怎么看待九阳 好 九阳的部分的话 因为刚刚前面有说到 因为其实他是透过了达发去参与了九阳的私募 那因为其实九阳原本就在工业电脑这块 尤其是在依赖网路晶片这一块的话 真的有他的一个进展 那因为他在跟达发跟联发科一起去做合作的时候的话 更有机会达到AI伏器跟AI的机器人这个大单的部分 那九阳那部分的话也有点像是在打底 因为他这个就是这边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因为达发的私募进来 所以连续这样涨停上来 可是当他在一个创高的过程中 也打出一个还蛮不错的底部 月线跟季线这边守得住 所以这边就是回归到一个消化完毕 等待下一次再去做一个上工的一个九阳了 是 OK 好 谢谢贵人请先回座休息一下 终于在Computex结束之后 我们请到了曲博来了 今天跟大家讲两个非常精彩的议题 第一个 黄仁勋说 数位人类的时代要来了 最近网路上大家站翻了 大家都在担心 到底谁的位置会被先取代 休息一下 曲部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